我不喜欢人家这样的骗我嘛 那些人全部很像一直白眼我们这样子 他讲我怕他是命短 我讲你是作庙的人 我心想你作庙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啊 为什么要讲人家命短 为了攻击而攻击 给我一个教训啊 就是已经是一个宇宙的暗示 叫我去改变了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济山满堂的 渡眼龙秀 我是Milkai 我是Yisandra 我是Nilkai 师傅 哈喽 哈喽 你叫师傅 哈喽 哈喽师傅 你好 哈喽 哈喽 那今天呢 我们的渡眼龙说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叫做 一打米养一个仇人 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发生在有一个富豪的身上 ok 那他就有一个养子这样子的吧 就是说 呃 他要养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是一个 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就是他觉得他可怜然后要养他这样子 那他就养他养他养他 然后过后到他上大学啊之类的就是要给他去生灶 对不对 然后过来他就一直 这个孩子呢 就是 他就一直怨他这个 恩人 他就一直怨他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为什么不够 为什么不够 为什么不够 就比如说 他已经去到外国生灶了 外国生灶他觉得 诶 为什么我在外国生灶 然后你没有给我这种豪车豪房这样子住 这样子 所以他就一直在抱怨嘛 就是一个不感恩的 所以其实呢 一坦米养一个仇人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当一个人肚子很饿的时候 他只会饿死的时候 你给他一碗饭 对吧 给他一碗饭他会很感恩你 然后反而就是那种感动流泪 就是一直很感恩你 因为你救了他一命 对 但是呢 当你给他一碗米的时候 不是饭 然后是米哦 所以米还可以一直煮一直煮 就是一整大包的米 这样子你给他 他反而会觉得你给的不够多 对不对 因为他贪心嘛 对不对 不感恩 对 就是一整个不感恩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他通常有什么叫做 恩将丑暴 这种恩将丑暴的人是很恐怖的 因为为什么 他们不懂得感恩 而且还会一直埋怨你给他不够 而且不管你给了他多少 他都会觉得不够的 所以他就讲 你都一直给我米了嘛 你都一直给我饭吃了嘛 给了也给了这么多年 你突然间讲不要给就不要给你 什么意思哦 这样子你不是假好心 这样做么你之前要养我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恩将仇暴的人 就是不知感恩的人 所以反而有些人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哦 现在啊 很多人不敢再去做好事了 不敢再做好事 怕到 怕到 像比如说那天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因为之前呢 我们就是一直 我很常会去布施那些乞丐嘛 从小到大我妈妈要教我 因为我们从小有做这些 好像慈善活动啊 慈激义工啊之类的 那我就 每次我小时候我就给我妈妈骂 因为我每次会给钱给他做在那个 那个 那个 shopping mall 外面的那些人 钱 就是那些坐在马路啊 对 乞丐 那我妈妈不是骂我 因为我给他们钱哦 我妈妈是提倡我去做善事 但是呢 她觉得有些人不可以帮 因为她讲那些人有手有脚 就算你给了她 她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而且她会只会拿更多 然后我就一直不相信啊 一直不相信 我就觉得 就是她要骗就骗咯 然后我每次就 我妈妈有教我这些东西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学会 然后过后呢 之前就是我去到那个 加拿大阿罗那边 就是在那个 KL就是有一个 出名的旅游景点 吃饭的地方 那就有一个阿姨啊 她就这样子 背后弯弯的 然后呢 我就要帮她 然后她就走过来 就这样 妹妹 帮阿姨一下啦 帮阿姨一下 阿姨没有钱吃饭 然后我就给她 然后因为我很少带现金 但是那天刚好有啦 OK 那天刚好有 然后过后我就给她咯 我就给她10块 也不少 对不对 你给她 她可以吃很好的饭 有10块钱嘛 对不对 然后过后呢我给了她 她讲 妹妹才给10块 给30块啦 姨姨都不够吃 然后我就再给她 我给她30块 她讲 还有没有 可以给多一点 给50块 阿姨要买米 她这样跟我讲 阿姨要买米 可以吗 然后我就开了 我的钱包 因为我真的没有cash 然后我讲 阿姨我没有钱了 我只有30块现金 你要就拿 不要就不要 然后过后她就看到 可能我还有一些5块钱之类 她那边还有钱吗 给阿姨啦 这样子 然后我就 OK 然后我给她 然后我就是那种啊 给了过后 然后我就 Simon 怎么她这样子的 哈哈哈 怎么她理所当然 我就删了 我就是那种人 然后我就给 OK 不用紧我给了 然后过后那时候 我还是没有学乖 然后我就那还有一天 去这个印度街 OK 欸你刚才那个故事还没有玩的咧 我记得 因为你给了她不是 阿 然后转去别的地方阿 她又到回来跟你讨 阿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不要给她了 是对 反而她 她可能忘记你是谁阿 对 因为她很多人嘛 她跟很多人跑 所以其实我觉得 她可能一个月 真的比我还多这样 所以 几千块咯 几万块都有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咯 然后我每一次 因为我很常去那个地方吃饭嘛 然后我到现在 都还一直有看到她在那边 然后每一天大包小包 吃肉干啊之类的 每次差不多到晚上 因为我们每次去很暗 差不多到晚上时间 全部人要收工了吧 然后半夜这样子时间 然后就看到她大包小包 买一大堆东西 就不像一个没有钱的人 这样子 就那个阿姨到现在还在那边 这样子 然后咧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发生在上一个初十五年 就是中元节的时候 那就是中元节的时候咧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给我一个教训 ok 就是我觉得是宇宙 因为一个东西一直在重复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一个宇宙暗示 叫我去改变了 因为为什么 那天是这样子的 中元节我们要出去买花嘛 买鲜花那些 对不对 我们就去这个小印度里面 那小印度里面咧 就有我们去买自己东西 然后就有一个买来人 然后我是 像我刚才讲的 我是没有带现金 那天就真的没有现金 然后现金有两块钱 然后过后咧 那个人就坐在那边 一直讨钱 然后他是跟着我们 追着我们 一直在我们后面拿钱的 然后咧 我就讲 我到最后我就讲我没有 然后过吃了饭过后咧 我们就出来 他又在那边 我看到很可怜 因为我本来要买食物给他嘛 然后我就讲如果我在遇到 我就买食物给他 这样子 然后咧 他就 就 我们吃饱 就真的又在遇到他 他其实是 你去到那里 他就黏着他 对他就黏着你 这样多人他不黏 他就黏我们 他觉得可能我是一个 很好骗的人 可能他嗅到你身上有那种 才气 对 ok 那个不重要 然后我们出去咧 我们就是又遇到他嘛 然后他就过早 然后我就挖挖挖 我的钱包有没有钱 就那两块钱 我就给他 给他讲不够 还有没有 我讲没有 我讲还是你要吃东西嘛 我买东西给你吃 他讲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我要钱 他是一个包头的女孩子 他讲 如果你们有看我IG 你们就知道 他讲我要钱 我不要食物 然后过后我讲ok I don't have I only have two 然后我就走 然后因为Simon在买着他自己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走啊 我走掉的时候啊 这个人啊 就突然间啊 他就拉我 他就拉我回来 他讲 他拉我回来 因为我已经讲要offer他 一个食物 一个mail这样子 他就讲不要 然后过后我就走 然后他又拉我回来 他讲不然你买牛奶给我的孩子 要买奶粉给我的孩子吃 因为我孩子没有钱吃奶 这样子 因为他刚刚跟我打钱 我问他要不要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讲不要 他要钱是因为他要医病 他是这样的讲 然后我讲我没有 因为我真的没有 我就走 因为你食物也必要嘛 你讲你要医病嘛 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就走咯 然后他就拉我回来 他讲我的孩子没有奶喝 你可以买奶给我吗 他就拉我去其他的店铺 然后我就去那个店铺 我就要去买那个奶 结果他一进去 那个奶粉在旁边 然后店员也讲在旁边 然后过后啊 整排他没有看奶粉 他就一进去 我要买米 我要买这个shampoo 我要买这个冲身体的 我要买lotion 我要买什么 这些东西全部 他就买米 德春清澈 对德春清澈 然后过后 那个时候我应该要讲no了 因为那个人已经叫我讲no 就是那柜台了 然后过后我就想 我已经答应了 要帮 我就帮完咯 这样子 但是他这个是已经理所当然了 所以其实 我那个时候 其实应该要stop掉自己 不应该 我应该要直接讲 我只是答应你买奶 这样子 因为奶粉其实也不便宜啦 那个价钱也是同等价位 只是我不喜欢人家这样的骗我嘛 然后我就算了 我就讲ok你要买 就买 我就讲ok你买咯 又买了米又买了shampoo那些嘛 我就心想可能你真的要用到 我就讲我帮你咯 然后过后我要还钱的时候 他还不要放过我 他还要买其他东西 买越来越多 然后呢 结果呢 那天我花了50多块 虽然不是说很多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欺骗来的 我就觉得很坏 然后过后 我一出来 我就直接找Simon 我就流眼泪了 我叫Simon他骗我 然后全部人看着我 我就流泪 因为不是钱的问题 我是觉得 不应该这样子做 然后我其实那个脸泪 为什么会这样感触 是因为我觉得第一 我觉得 为什么我好心不公平 人家欺负我 第二 为什么我没有去出身 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是我流泪的原因 我觉得 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再帮了 这个人都不应该帮了 然后不过我哭了 那个人跑出来 又在跟我要钱 他忘记我 才不到两分钟的事情 从那个店出来罢了 他忘记我 又跟我讨多一次钱 我讲 我不是买米给你了吗 我就很生气 然后 其实他已经autopilot了 对 他就一直跟人家讨钱 然后我讲 我已经买米给你了 你还要跟我拿钱 为什么呢 然后过后他就讲 对不起对不起 祝你 祝你 什么什么健康 set heart 然后我就 我就在那边气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拿我电话 要教人家东西 在我的 那个story 我就跟大家讲 大家你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做到错了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 就是像我以前 从小到我妈妈教我的东西 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会教训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 我帮他是有我的功德 他做坏是有我的因果 所以我会去帮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 我就算了 那个钱也给了 然后他也给了 但是我最不能接受是什么 他又回来跟我拿钱 然后他就讲 你健康健康 谢谢你帮我 帮我了 过后 他就走了 我看到他应该是把米拿去收 过不久而已 5分钟 回来又跟我淘汰一次钱 他已经挖了吧 对 他又跟我淘汰一次钱 大家你们知道吗 所以总共那一天 他跟我淘汰了 应该有五六次的钱 但是我已经帮他了 他竟然忘记我帮他 他一直跟我淘汰一切 而且大家 你们看我的头发 有这么难认吗 呵呵呵 我的头发 他笑到你身上有那种才气 他就捏捏紧紧的 呵呵呵 我的头发有那么难认吗 大家 一直同一个人 而且我已经帮你了 你还要干嘛 到底 我就已经忍无可忍 然后我就直接 我觉得很伤心 我觉得这种人 真的是不能够帮的 所以我就第一次这么气 所以我是气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我没有去阻止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 一旦你养一个丑人 因为啊 就算我给了他 到最后我拒绝他 他也是觉得不够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才知道 我才明白 因为我妈妈说 你有这个钱 因为我跟你们说 有一个很好笑 我妈妈有一次骂我妈很惨 很好笑 因为啊 你们知道我们的家乡是在美里 那美里的话跟文莱很接近 那时候我很像是去做工还是什么 还是小时候啦 还是去亲戚家玩还是拿红包我不知道 那我很像有20块新币 不是新币 新币就是文币 就是跟新币差不多的同等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张20块呢 差不多是我们马币 差不多60块的 那时候还更高 哎 60块对 对60块 然后那时候我没有钱 然后我只有那个20块 我直接给我那个乞丐 直接给我妈妈骂 直接给我妈妈骂 他讲你给的那个乞丐他有手吗 哎呦 有 他有脚吗 我讲有 然后 我讲 他就问我 这样他坐在那边怎么 他坐在那边睡觉 然后你给他钱 我就给我妈妈骂 那个时候 我就给我妈妈骂 然后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样 有善心要给你骂 我不明白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气到 我讲我是好心人 就给我骂好咯 给我骂好 这样子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咯 为什么我妈妈会讲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要帮 他讲啊 那个60块啊 如果你拿去帮实际 或者是帮其他更有用的 这些community 你的这个善意会更大 这个我现在明白了 真的 我现在真的明白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 你知道吗 讲的这个我想到我以前的故事 对你讲 我小时候啦 嗯 其实也没有想到哪里 因为那时候应该也有10多岁 眼睛已经弄大了 对 然后我在我的美女那边也是那个店 然后我的钱包咧 对 有10块 嗯 100块 嗯 然后 刚好我去吃东西 嗯 去吃了东西回来要回去店嘛 在路当中遇到一个乞丐 对 他坐在地板 然后他好像是一个脚没有 然后有两个手 坐在那边 然后 我也是很吃意 经常看到有乞丐 我会给钱啊 如果我身上有钱 我会给的 所以我会做这种 善 叫什么 慈善啊 对对对 慈善的东西 然后呢 就看到他 然后我就 ok咯 然后我钱包 因为我记得我有100块 那10块嘛 嗯 所以我开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眼见我没有看好 我就拿给他 其实他是放一个碗在那边 我就放在他的碗 嗯 然后我走几步 我回去看 他就把那个钱塞在他的口袋 好奇怪 怎么 你要骗人咧 你把 你的钱 你放一个碗在那边 你的钱 全部放人家 你是不是拿错钱 等一下你听我讲完 然后呢 全部钱在那边 他的碗是空的 对 然后他就放在口袋 你要藏起来 藏起来 然后就给人家 知道好像没有人放钱 嗯 然后我回去 然后有一天呢 我开我钱包 过了他 我看 诶我的100块咧 100块跑去哪里了 我才想回去 怪不得那个uncle 把钱放在裤袋 因为我给到他100块 我本来要给他10块 但是我看到 诶我一拉 看到一个1一个0 我就直接拿我 没有看清楚 对 但是我就很期待 为什么他要收起来 然后 就算他没有收起来 他有拿了100块 他可以走 他可以爬起来 去吃个饭 但是他不要 他收起来 还要坐在那边 还要再讨家 对 爬呢 所以其实啊 这些东西啊 我跟你们说 尤其是after我认识Simon师傅过后 我真的 因为Simon师傅是看不见嘛 大家知道 而且咯 大家 Simon师傅不管做什么 包括我们做YouTube啊之类 我们没有讲 Simon师傅没有讲 他永远是很安静 因为他心很定的人 他是风雨不倒的人 所以咯 我after认识Simon师傅过后 我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们知道 他眼睛这样子是很不容易 但是 他不管做什么 多么的努力 做什么影片啊之类 去教导别人一些风水智慧啊 神学智慧啊 但是就是永远 人家要在下面攻击他 为了攻击而攻击 但是没有原因的攻击 然后呢 而且我觉得 很多人就是在虚伪的做这些善事 所以 有时候啊 我跟他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会照顾他嘛 对不对 然后人家会觉得 你知道曾经啊 我去一个庙的时候啊 这个庙的人啊 全部在蹬他 因为他眼睛看不到耶 然后还有一个坐轮椅啊 全部人一直在眼神对他 然后他就不想要打翻东西嘛 我就跪在那边 就是去拿起来 因为不可能叫他拿 因为他看不见 我就去坐嘛 然后过后啊 那些人全部很像 一直白眼我们这样子 然后我就 为什么啊 因为人家眼睛坏掉嘛 然后还有一次 我又是去到另外一间庙 那个庙呢 他是一个有一个师母在管的 然后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又开始 就是去接触这些东西嘛 然后他可能要人家做直播还是什么 他趁Simon没有在的时候咧 因为 他看见 他讲 我知道你很好心 而且我也是很surprise 为什么你这样年轻 会跟这个师傅一起眼睛 这样子的 然后一直照顾他 因为他看到我帮他 放鞋子啊什么 很照顾他嘛 就是他穿鞋什么 然后过后他觉得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这样年轻 要这样子做 然后他拉我走 他讲 我知道你好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 你的生活要怎样呢 我是怕他命短 因为他不知道Simon是不是 眼睛是意外 他以为他天生是这样 他讲我怕他是命短 我讲你是作妙的人 我心想你作妙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然后为什么要讲人家命短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逻辑性 其实不只是攻击的 他可能要控制你 对啊 他控制我去做到东西啊 所以我不用跟你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跟他去做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不要跟我讲作妙 真的没有一个到处的沦陷 所以这就是讲 一旦你养一个仇人 就像这样子 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啊 就算你在帮他 就是我们讲说什么 善意 我们的给予 我们的布施 要有一个度 你们拿也要拿到一个理所应当 就是不可以让人家理所应当 或者理所当然 你们要拿也是要控制一下 对 知道一下你要感恩一下这样子 要知足感恩 知足常乐 人家帮助你 然后你拿不要太过贪心或者什么 因为你会造成其他人的伤害这样子 对 而且是那种没有原因的伤害我不明白 那那种人呢 其实 为什么你给他 他还要 然后得尊敬扯去 对呀 要更多 那人家给你一毛钱也好 你都要感恩的事 对呀 对吗 那有时候我们给钱啊 这样子他突然等你 才给一块 其实他也没有欠你的哦 对呀 他可以不用给你的 对呀 对吗 我也不用给他 没有欠你为什么你要 然后贪心 然后去得尊敬扯 对呀 人家给你是因为他的善意 他可能有佛法在心中 但是你却在那边造因果 用人家的善意来造因果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们有常常在给予别人的话 给予要有一个度 那如果你们是常常拿人家东西的人 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好吗 真的 这些善意的人会很辛苦的 OK 不管是什么 友情啊 亲情爱情之类什么情 都一样 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有一点感触 讲到有点开始激动了 最主要就是保持有感恩性 对 要自主 但是 但是大家 虽然是讲要自主 一定要自主 因为我们宇宙最爱自主的人 对不对 所以也会给予自主的人更多的东西 对丰盛的生活 对不对 但是大家 如果你们真的有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之类 你做的没有错 错的是别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贪心 所以你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贪心 不是因为你做错事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你付出的东西 你有你的福报 他做出的东西 他有他的因果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停止做出你的善意 对 这个是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们今天的影片 有点开始要讲激动了 因为那天我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激动 我觉得为什么当时候我没有去制止这个东西发生 就是 让这个理所当然 就打到我这样 对 所以大家 加油 然后今天影片到这里了 一胆米养一个仇人 OK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 订阅按照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主题要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哦 还有不要忘记要关注我们两个的这个IG 还有我们对阿龙说的官方IG 还有Facebook 因为我们会时常的放这些玄学的内容给大家 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 还有直播互动 还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不要忘记 计算满堂 对阿龙说 每天晚上7点准时报复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报复影片哦 拜拜